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夜宵摊上的爆款 干潮流合 味道鲜美,荤素四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半斤牛驴挤肉 把这上面的筋膜去掉 不然这个筋膜炒出来咬不动 切成薄一点的片 切好的牛肉 放一颗左右的小苏打 给它抓拌一下 放小苏打是让牛肉炒出来更加的滑嫩 抓拌均匀,腌5分钟 腌牛肉的功夫,准备一点配菜 这是炒牛盒的豆芽,胡萝卜 葱蛋,洋葱,生姜 牛肉腌了5分钟 用清水清洗一下 牛肉洗好以后,现在开始来腌 3克盐,5克糖 1克五香粉 5克生抽 5克老抽 5克牛肉粉 5克高度白酒 3克姜末 用手把它抓拌均匀 抓拌一分钟让牛肉上劲 加10克左右的清水 这样腌出来的牛肉更加嫩滑 牛肉抓拌均匀以后 放3大勺淀粉 把淀粉再抓拌均匀 放10克色拉油 这样牛肉在煎和炒的过程中 不会粘锅 放在腌制10分钟以后就可以炒 现在来给它煎一下 也可以用油炸 就用煎的方法 它这样不是很油力 锅烧了以后 放入腌好的牛肉 牛肉煎至七成熟 放入前面的配菜 胡萝卜 豆芽 洋葱 把这些配菜和牛肉一起炒 粉和配菜一定要分开炒 如果放在一起炒 它就会成为一团 把牛肉和配菜炒熟 这配菜炒熟以后 盛出来装盘 这个锅一定要洗一下再炒盒粉 炒盒粉之前先调一个炒盒粉用的汁 拿一个小碗 放5克盐 5克生抽 5克老抽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炒了 锅烧热以后加入油 油加少一点 加多了炒出来的盒粉油粒粒的 把盒粉三连住的撕开 不然它容易结成痰 炒的时候用筷子把它扒散 不要用铲子铲子容易把这个盒粉弄大 用铲子也用这个铲子的煎 这样炒出来的盒粉它才是完整的 把盒粉炒到表面发白就可以了 现在一定要到前面调好的汁 一定要用筷子快速的搅动 这时候要快速的让它翻拌均匀 盒粉的汁翻拌均匀以后 下入前面炒好的配菜 撒上葱蛋 干炒留和就过好了 出锅之前淋一点五香葱油 这样盒粉炒出来也比较好看 味道也很好 关火出锅 一道好吃的干炒留和就做好了 下面都没有像大排档一样 那种非常油腻的感觉 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喜欢吃盒粉的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我是云雁 下期见